女演员化一次妆要花多少钱 不瞎说啊 就你们平时看的那些红毯妆容 找专业的造型师去做妆发 起码不少人留意所以说 这还不算贵的 毕竟本身演员私下 基本上都是用大盘彩妆 好多人呢都给我 无论留言说娘娘能不能推一期 你自己用的大盘彩妆 这说到做到咱就开始了 这是2003CT的一个限定的演影 这个演影真的很好看 有好多的亮片 然后这个也是今年2003 在CL杨树林出了一款 是一个冷宗的盘 非常好看 这个我用的比较历史路久 这是001色号 这款是一个金棕色的 这三盘的颜色就是 非常非常的接近 就是Fanier的一款 这当年也是一个限定的颜色 然后这个CT加的演影 我非常喜欢 就是DV整编画 他们家的粉质非常细 然后这个是2022年生诞限定 全是那种 然后这是La Parry的粉底 我都已经用混一罐了 然后我用的是一个最白的色号 非常的好用 然后这个是椒兰的一款 这款品底也非常的好用 我这是一个小包装的 这个非常的润 这款非常不推荐 干皮用 因为真的实在是太干了 给大家排排雷 这个是一个腮红 然后这个是Sanier的一个腮红 Powerglass的腮红 强推荐 非常非常的好用 然后这是CT的腮红 很好用 然后这是口红了 大家问的四号最多的 就是这款Sanier的 这就是我拍短期中 经常用的一个颜色 然后这个就是CT加的 也非常的好用 FL 这我都用完了 死亡BB粉 然后这个好像是个大红色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豆沙色的 这个非常的百搭 然后这个是我当时拍 安家的时候 曲灵龙用的这款 好多人也问 也是一个大红色 大红色其实是特别适合 还细用 然后这是一个 Town Food的一个深红色 这个是一个庄前的一个提亮 这个也强推给大家 非常的好用 这个是一大饼这个牌子的 一个紫色的 庄前也很润 很适合冬天 有一个便携装的 这个是出门回来 然后这是一款家庭装 然后这个就是橘子面霜 这个我都已经用空了 这里头还会有一个这个备用的 就是这些吗 当然了 我还有很多这些评价的彩妆 我也觉得真的特别特别的好用 因为彩妆呢 不像护肤品讲成分啊 讲功效 只要颜色质地做得好 上脸的跟大盘彩妆 其实没有那么那么大的差距 不信啊下回对比给你们看